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贬值的过程下去买股票 因为新台币在贬值 对于很多好股票来讲 它都是非战之罪 不是说它本身不好 而是新台币太过弱势 而且这个时间点 以台股来讲最大的优势就是 它对于利空的反应 已经进入了顿化期 就是说很多已知的利空 现在在发生 现在在出来 它已经不是利空 光是上周的美股 就可以证明这件事 所以今天新台币 就是稍微的回稳 很多股票又是百花齐放 包含像3661的四星 即将挑战1000元 上周四才刚讲 四星其实以它目前的EPS 对比上目前的股价 千元不为过 包含像是3037的新星 今天也是持续上涨 同心店也是继续创高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其实就是像上周所说 新台币涨这个样子 新台币这么弱势的情况下 止入不可能不跌 一定跌 但是你要让这一段新台币 贬得有价值 有价值就是要利用 新台币贬值的过程 下去买股票 所以你可以发现 今天新台币 不过就是稍微的直稳 就马上大涨 所以其实在这个时间点 你要知道说以新台币来讲 它会有两个过程 第一个过程是台币会先止贬 那接下来是转升 所以如果在上周一到上周四 没有去买股票 现在还来得及 因为新台币它只是刚止稳 但是还没有到转升 但是如果说到时候说 新台币转升 因为美元它在这几天 美元在这几天是比较弱的事 那美元的回落 有助于新台币的升值 那只要说新台币出现 比较大幅度的升值 对于这些股票来讲 涨势会更强 所以如果在上周没有买股票 本周一定还会有机会 所以你去看 以指数来讲 这个时间点台股最大最大的优势 已知的利空不是利空 台股最大优势就是一涨难跌 尤其是有很多股票 它的位阶已经非常非常低 那位阶这么低的情况下 等于是说下跌空间有限 上涨的想象空间却是无穷 那这时候对于说 我们实战的投资人来讲 就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买卖 下跌空间有限 上涨确实无穷 其实你去看 就以上周四 联组会主席鲍尔 鲍尔他释出的言论 是非常非常偏向鹰派 应该说非常的鹰派 而且说他立场是非常坚定 因为鲍尔说了 他这一项政策 他非常的坚定 为了不再重演 当时1970年美国的状况 所以他一定会想尽办法 去打通膨 他想尽办法去打通膨 也代表说接下来升息幅度 只会越来越强 但是你可以发现 鲍尔释出这样的言论之后 美股不但没有下跌 反而是逆势大涨 上周四涨 上周五跳空大涨 那这就像我讲的嘛 已知了利空不是利空 当全世界都认为说 鲍尔他目前就是偏向鹰派 他在释出再怎么鹰派的言论 对于股市来讲 都不会有影响 那当然说这样的逻辑 套用到台股上面 很多电子股在上半年 动辄都是跌五成六成七成 那这么重的跌幅 它就是在反映接下来 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 通膨的问题 包含说一些终端需求下滑 库存过剩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会说 这个时间点买股票 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买卖 就是因为这些股票 它已经提前反映过 你现在看到的利空 那提前反映过这些利空 就代表说下跌空间非常有限 那下跌空间有限 上档的想象空间就是无穷 所以在我这两大平台里面 Lite 跟Telegram 小老鼠 Wi 178 这两大平台非常非常重要 包含在上周 几乎从礼拜一到礼拜四 每天都告诉你说 要利用说新台币贬值的过程 下去低接股票 是不是 基本上在上周随便一天买 只要有买 今天都是大赚 今天都是大赚 所以这个时间点 指数目前 它算是刚 指数它算是刚刚在反映 台币质贬 这样子的状况 但如果说台币接下来 在升值幅度再比较大 指数会更强 所以这两天的上涨 可以视为是行情刚刚开始而已 因为新台币还没有说 很充分地去反映美元的下跌 如果说 接下来新台币在升值 很多股票涨势会更强 所以包含我们在上周所说的 6271的同心店 以同心店来讲 之前有做过一次 200元以下都是一个很便宜的价位 主要的客户是德州仪器 易发办跟科瑞 当时有讲过 全点最保守19元 上看20元以上 它的大客户跟产品线 全部都是趋势性的产业 科瑞 易发办跟德宜 这些趋势性的产业 对比上一档 本益比不到10倍的股票 怎么可能会不涨 它还能跌到哪里去 就是说今年最差就19元 最好可以到20到21 明年会持续成长 不到200元的股价 它还能跌到哪里去 下跌空间非常有限 所以新台币贬值 把它打回到200元以下 这一段 这一段贬值的过程 拉回到200元以下 200元以下进场去买进 9月8号上周四 拉到206 9月12 214.5 今天 在上周200元以下 随便买 今天全部都是大赚 所以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 其实很多的股票 都是因为说 新台币的贬值 它才会下跌 所以要利用新台币的贬值 下去减便宜 减钻石 那一旦说新台币开始直稳 这些股票补涨的速度 上涨的空间都会很大 你去看 其实同行店它也是很标准 台币贬值的过程 拉回到200元以下 那就像当时所讲的 其实如果 它只是因为新台币贬值 而造成的拉回 第一 它不过就是多一次的买点 下跌多少 就是它未来的上涨空间 是不是 跌下来 三天的时间马上涨回到前高 214左右 所以在上周200元以下 就是给你新一车进场点 200元去买进 今天全部都是赚钱 全部都是获利状态 所有部位 所以其实在 这个时间点反而是要利用说 新台币还没有说正式的升值 那利用这样的机会下去低接股票 就像我说的嘛 股价已经提前反应过利通 下跌有限 但是上档是无穷 反而是要把握这样子的震荡 下去减钻石 因为说这些股票 它下跌的空间真的是非常有限 你说像同心店 同心店它的财务状况 跟本身体质就很好 那它又是趋势产业 不到200元还能跌去哪里 那既然说跌不下去 上档的空间就会很大 所以其实像这类型的股票 就是我所谓很划算的买卖 它下跌空间已经非常有限 那既然说跌不下去 买进去之后最差最差的情况 顶多就是损失下单的手续费 但是只要有一点点的利多消息 一点点正面消息 股价就是10%到30%起跳 那这就非常划算嘛 下跌空间有限 上档的想象空间是无穷 所以627的同心店 就是最好的例子 那包含像世新也是 当时有讲 世新它在800元以下 都是算一个很便宜的价位 那你去看 世新我们从700元上下 一路操作到今天最高点 956 这一段已经将近是 到达了50%左右 所以其实世新也是一个 很标准的例子 就是说世新在今年 它也是保守就是30元 那30元的股价 对比上一档IPC制裁 其实不到千元 都算是很委屈的股价 所以你看当时 你看世新怎么操作 当时在8月12 700元上下进场 当时有讲800元以下 都是很便宜的价位 8月19 800元以上先获利一趟 从700到800 15%左右 先获利一趟 8月22拉回到800元以下 当时有讲 基本价值就大约是在800元 以下胜率9.9 8月22公开讲的 那你去看 其实如果说以当时的逻辑 800元以下去买 一直到今天 全部都是大赚 应该是说 从700元左右 不论说你买在任何一天 任何价位 一直到今天收盘价 全部都是赚钱 全部都是大赚的状态 所以当天 8月22隔一天 775在进场 这个位置 775进场 一路拉到9月1号 800以上先获利一趟 800以上获利一趟 这一段已经足足30% 隔一天9月2号 9月2号开盘不久 880再重新进场 往上拉 当天现买现赚938 那你去看 就像我说的 我们买在880元 这一段的震荡 因为是受新台币的影响 所以难免会被拖累到 但是只要新台币稍微的直稳 它上去的速度会很快 那包含像四星也符合我们所说的 如果说它的下跌 主要是因为说新台币的贬值 那只要说新台币开始直稳 补涨的速度跟空间都会很大 就是说不论说指数也好 个股也好 如果说它的下跌 是因为新台币的影响 就代表说这一段就是多跌的 那多跌的换个讲法 就是给我们去多赚的嘛 所以你看这一段 台币贬值 上周 贬值幅度非常重 难免会受到影响 但是台币在上周四 跟今天稍微的直稳 马上就拉上去 最高来到959 今天大涨了7%以上 从700到959 这一段 不论说买在任何一天 任何价位 全部都是赚钱 就像我说的 欧美的NRE入账 全年保守30元 而且这个30元 是不包含天津飞腾 天津飞腾目前 有没有再出货 不确定 公司没有讲 但是就算不包含天津飞腾 也有30元 如果说再加天津飞腾 至少有35到36起跳 对于一档IPC制裁来讲 本益比30倍出头 不到千元 很委屈 所以上周五才讲 今天马上拉上去 距离千金 也是甚没有到多少距离 所以其实包含 像四通星店 四星 这些都是最好的例子 就是说 它下跌空间已经非常有限 如果是因为新台币的贬值 它不过就是多一次的买点 既然是多一次的买点 就要让新台币变质贬的有价值 拉回来就是去找切入点 所以如果在上周一到上周四 没有进场 不敢进场 本周绝对还来得及 因为新台币转升的过程 它会经过质贬到转升 目前就只有到质贬而已 只要说接下来转升 很多股票涨势会更强 所以包含这一档也是 电池模组的黑马股 这也是一档 下跌空间非常有限 但是上档的想象空间 无穷的股票 主要客户是苹果跟鸿海 全年EPS保守36 上看40元 36上看40 股价只有二开头 股价只有二开头 非常的便宜 像这类型的股票 就是说 就算有什么新的利空 产业利空出来 它再怎么跌也跌不到哪里去 就是它的位阶 已经是在地下室中的地下室 但是只要有一点点的正面消息 它股价就飞上去了 这也符合我们之前所说的 台股包含很多的股票 它已经进入了利空的顿化期 进入利空顿化期就代表说 它不会怕利空 但是只要有一点点小小的利多 股价就会直接往上拉 所以把握这样子的机会 新台币还没有正式的升值 台币重扁 利用机会去减钻石 只要说台币只稳 我们就是大丰收 明天一样会有全新的股票要进场 利用广告时间先来电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所以其实说很多人会担心说 接下来联准会 它会升起几码 三码四码 又或是说 接下来CPI怎么样 但就像我讲的 CPI这个东西 看一个月两月根本就不准 就算这次CPI下滑 通膨也不代表已经开始质问 但是说这个时间点 不论说台股也好 美股也好 最大的优势就是 大部分的股价 股票它都已经提前反映 这部分的利空 既然说提前反映过 就像我讲的 已知了利空就不是利空 已知了利空不是利空也代表说 它已经进入了利空顿化期 只要有一点点正面消息 股价就涨上去了 所以其实在这个时间点 包含只要说看上周的美股 美股跟包尔的关系 包尔说释出这么鹰派的言论 美股照样是大涨 这就代表 已知了利空 对于股市来讲 已经不会造成太大的冲击 所以在我这两大平台里面 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股票 它已经跌无可跌 在地下室中的地下室 Lite跟Telegram 小老鼠 WE178 WE178 里面都会有 里面全部都是获利机会 所以尤其是说 在这个时间点 一路到9月20号 就是说正式公布升息的结果 这一段期间 包尔也不能再讲话 所以对于台股来讲 它就是一段 百花齐放的行情 而且大家要知道 台股在这两天的大涨 它是建立在新台币 稍微止稳的环境下 那只要说新台币接下来 再出现更大幅度的升值 对于这些股票来讲 涨势会更强 所以包含像是四星 包含像同心电 就是最好的例子 两档都是 有头有脸的大股票 你想买多少就可以买多少 包含像是同心电 同心电在200元以下 100万买100万 500买500 1000买1000 想怎么买就怎么买 今天全部都是赚钱 包含像是台光电 台光电当时有讲 在iPhone的比重算高 全店保守16 上看18 这个位置 170以下 它已经跌无可跌 上周指数不好 拉到170以下 马上又买盘 今天小浮震荡 还是强势 接下来空间也都还很大 包含像是星星 3037的星星 其实星星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例子 就是说 星星其实在近期 它还是充满着利空 充满了负面消息 也没有说什么 太正面的消息出来 但它的股价 就是跌不下去了 因为就像我讲的 3037的星星 它其实有遇到 很多的利空 包含说NVIDIA 包含像AMD 又加上上周四 最新的利空 苹果Mac 它可能会下修 它的出货状况 冲击最大的 又是一些 高阶的ABF宅板 但是你可以发现 当时有讲 9月6号 星星140以下 几乎是 下跌空间非常有限 这一天 9月7号 跌破140 最低来到131 马上收一根下引线 光是这根下引线 获利就是6% 上周四 上周四 又有新的利空嘛 Mac的出货下修 冲击到高阶的ABF 但是也可以发现 跌下来就马上往上拉 今天 一度是大涨了5%以上 最高来到了146元 在140以下 随便你想怎么买 今天全部都是赚钱 140元以下 不论说你用市价单买 买100万 200万 300万 1000万 今天全部都是大赚 就是因为它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 那其实像这类型的股票 那就像我们从上周不断在强调 它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买卖 下跌空间有限 最差最差 顶多就是损失下单的手续费 但是一旦说 稍微有一点点的正面消息出来 股价就往上拉 举个例子就是说 具体讲就是 我们用下单的手续费 去换 有机会出现的20到30%的获利 是不是很划算 所以像星星也是 你去看 最差 以今年来讲 最差的情况是18元 好 那如果说 它真的这些全部都掉 Mac的出货下修 NVIDIA跟AMD全部都掉单 最差还是会有15到16 那以15到16的EPS来讲 不到140元还能跌去哪里 是不是 就是说空间已经非常的有限 那既然说非常有限 它上档的想象空间就是无穷 所以其实在这个时间点 台股跟整个一些产业的个股 最大的优势就是 一涨难跌 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涨难跌 否则你去想 包含像星星 包含像南电 或者一些其他的产业 多数的个股在上半年 动辄都是跌5成到7成 它在跌什么 它在跌的就是联主委的利空 包含说升息通膨经济衰退 又加上产业的利空 包含像是出货下修 包含像终端需求下滑 跟库存过剩 那既然说这些利空 全部都在上半年反映过 这个时间点就算再出来 空间也非常有限 3017的齐鸿也是 齐鸿之前有讲过 其实说伺服器的占比高 受惠程度大 因为说网通嘛 网通近期很强势 网通好伺服器就会好 伺服器会好 里面的散热也会跟着好 重点是这里 以3017的齐鸿来讲 2022今年保守是11到12 明年保守是13起跳 其实这样拉回来 又是新一次的买点 110上下的股价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便宜的价位 包含像3653的建策也是 都是因为说新台币贬值 所以它又拉回到一个 比较值得投资的价位 那是不是 就可以重新去进场 你去看 就像我说的嘛 齐鸿也是很标准 这一段的下跌 它主要还是在反映 新台币的弱势 但是只要新台币开始直稳 马上涨上去 所以其实新台币贬值 反而是为很多的股票 创造出新一次的买点 它怎么下去 应该说它跌多少 接下来补涨空间 就会有多少 所以这个时间点 有非常多这样子的股票 都是下跌空间有限 上档确实无穷 尤其是这一档 目前位阶非常低 主要客户是苹果加鸿海 代表说iPhone iPhone加上电动车 全年保守36上看40 股价只有2开头 还想跌去哪里 跌不下去了 趋势性的产业 保守36上看40 股价2开头 还想跌去哪里 所以这一档也是我们在本周布局的重点 重点是在这里 很多的股票它已经提前反应过现在的利空 下跌有限上档无穷 要把握这样子的机会去减钻石 利用台币重扁减钻石 只要台币开始直稳开始升值 我们就是大丰收 直接来电或视讯两大平台 谢谢各位 想跟上下一档表股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加上开启小铃铛 还要记得加入我的Lite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记得加小老鼠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